每天吃一刮风劈结巴巴巴 最近有部现代剧在找林更新和赵丽颖 之前俩人CP炒的飞起特别是林更新说要和赵丽颖 三大现实题材的剧以后有好几个本子来找 但现在让人给搅黄了 估计没戏了 林更新作为语 奉行吃到的红利最多的艺人 片酬直接往上高了一个档次 原先爆1500的现在直接涨了500 爆2000还是惹了不少人眼红的 特别是男艺人拍戏的保质期更长一点 还真有偶像剧本子找林更新 只能说之前的恋情曝光这事太不凑巧了 本子还没定CP就拆了 原本林更新还准备了很多CP通稿 结果都没法都改成了生硬的赵老师通稿 林更新和这个史瑞一谈的也挺曲折的 纷纷和合好几次了 原本去年分过一次 后来合好了今年又分过一次 狗仔曝光的并不是最近拍到的 曝光的时候俩人已经分了 但因为中间分手的时间并不长 吃瓜路人就以为这俩人谈了一年多 真要谈一年多倒是挺稀奇的了 不管怎么样吧 林更新很明显和史瑞一还有的折腾 圈圈要是没说俩人分了可以默认还在一起 现在因为这段粪粪和合的感情 三大项目应该是没戏了 我这一段时间就是 我们下周一边 menos下周一席 我们下周一帮 我们下周一帮 我们下周一帮